人生努力很重要,而努力的方向更重要 不要再让这五个错误观念误导你的人生了 第一,从小我们的父母总想让我们像这样的人学习 生活极其有规律,极点起床、吃饭、睡觉 东西放在哪儿都井井有条 美国心理学家Robert Farsson指出 按部就班到极致其实是一种心理问题 是用来掩盖或者缓解内心焦虑的 这些规律让这个人感到生活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的假象 和保持正常健康规律不同的是 有这样癖好的人如果他的某一个规律被打破 他就会立刻感到非常的焦躁不安 第二,我们的父母经常在我们的耳边说 看看某某人做事多有毅力 这让我们感到自己的自制力太差了 美国心理学家Benjamin Hardy经过十年的研究发现 成功自律的人根本不是靠毅力 面对诱惑时,他们和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 都要苦苦挣扎去抵制 但是,非常自律的人很擅长安排自己的生活环境 他们让自己在生活中需要用毅力的机会很少 也就是说,他们把自己要抵制诱惑的机会减得很少 所以,与其把精力放在克制自己上 还不如放在怎么科学地安排自己的生活环境上 第三,常常有人指责我们说 都是我们让他们很生气 我们也会觉得某些人的做法让我们很不开心 于是,我们就很怨恨那个人 美国心理学家Marshall Rosenberger指出 一个人的感受并不是由自己的处境所决定的 也就是说,并不是由什么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决定的 而是由我们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决定的 所以,不是别人的行为让我们生气 而是我们怎么看待别人的行为让我们生气 反之,我们也不能够控制别人如何看待我们的行为 所以,我们也不能够控制别人的感受 所以,不要把人生浪费在怎么让别人高兴上 也不要浪费在指责别人让自己不高兴上 四,很多人相信自己每天早晨起来对着镜子高喊 我是最棒的,真的会提高自己的自信心 心理学家Guy Winsh说 只有当一个信念或者思想非常接近于 我们自己脑子里已经有或者说已经接受的观念时 我们才会接受这个新思想 如果新思想和我们已经有的信念反差太大 我们则会毫不留情地拒绝接受 这好比一个自认为长得不漂亮的人更容易接受 你今天看起来真不错地夸奖 而不是你今天简直漂亮极了 励志口号的目的本来是要改变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看法 所以,我们是否相信自己对自己说的话至关重要 如果一个人认为我是最棒的不是真话 那他不仅会拒绝这个说法 反过来会进一步加深认为自己不行的观念 第五,我们都认为自己在自由恋爱 可是真正能够自由选择去谈恋爱的人很少 一个强势的人只会为顺从他的人所吸引 以便控制 一个内心弱小的人只会为他眼中的强者所吸引 以便依靠 一个自卑的人敢于接近他所喜欢的人的几率少之又少 可见只有不断自我成长 才能最终可以自由恋爱 YouTube的思维给妹命运 是王婆唯一原创频道 是王婆唯一原创频道